2023胡润世界500强新鲜出炉 全球非国有企业暗示值或估值排名 苹果19.2万亿元居首 利压微软、亚马逊 排名最高的中国企业是台积电 其次是腾讯 不过胡润的数据略有之后 2024开年格局已经变化 苹果公司股价大幅回调 目前微软以3.04万亿美元居首 苹果2.9万亿美元退居第二 拥抱AI成为微软反超的重要推手 微软董事长兼CEO萨迪亚纳德拉表示 我们已经从谈论AI转向了规模化应用AI 通过让AI渗透进技术堆战的每一层面 我们正在赢得新客户 并帮助各个业务领域 获得新的利润和提高生产效率 大模型头牌OpenAI首次登上世界500强榜单 也是鲜明立正 虽然苹果近年来在AI上多有布局 但在一众手机品牌纷纷上马 端策大模型的背景下 苹果的动作不够明显 Vision Pro在虚拟现实领域 究竟带来多大的改变 也有待观察 市场预计苹果要等到2025年 才可能在AI上推出成熟产品 面对微软的大踏步前进 以及AI赛道上一众后来者 2024年苹果公司是否还能蝉联市值第一 是未知之数